哈囉哈囉 嗨 小玉女王今天要帶來什麼 好久沒玩遊戲 真的 防疫優先啊 沒錯 這個是去年的艾森 就是也是大家在注目的新名 因為看封面就覺得很療癒 是啊 但它雖然這麼大盒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輕鬆的遊戲 好的好的 那它叫Echos 然後它的副標就是第一大陸 那可能就是新大陸 因為它的故事是在講說 就是我們都是創世神 那你會在大陸裡面 可能丟一些元素進去 然後可能就會長出動物啊 然後可以造山造路啊之類的 好的好的 那趕快來幫我們這個 看一下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好了 好的 那因為它雖然看起來有板塊 但它不是板拼 哈哈哈 它其實說出來 它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機制 它是那個賓果遊戲 那大家這邊可以看到 它的這裡有各式各樣的卡片 對 那它的卡片的話 上面就會有這個符號 那大概就有點像賓果卡這樣子 好 然後那它還有 就剛剛板塊 那它有這個很浮誇的山 然後還有各種形狀 但都一樣 哈哈哈 好 然後那它的背景 就是可能比較 我覺得它雖然叫第一大陸 但它比較偏向的是 就是以非洲為背景 然後所以就還有這個 熱帶雨林的樹 然後呢 還有這些各式各樣的動物Token 好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袋子啊 為什麼說它像賓果呢 就是它裡面有這個 好 就像它有這些就是 就是它裡面的元件 好的 那這遊戲非常簡單齁 我們一開始它這裡面有分 兩種排庫 可以看到它有兩種排庫 那看牌背 它牌背 分別掉以後 完成的難易度 可以發現 像這個東西它只要花 兩個 冰果 就可以完成 那像這種牌的話 可能就要 哇 超級多 就是對 所以就它的難易度 好的 那它這個遊戲呢 就是其實一開始它會建議你 在說明書上的時候 它就有建議你的設置 它應該提到一個很棒 它可以支援到六個人一起玩 喔是喔 對 有這種輕鬆遊戲 還可以六個人一起玩 就非常棒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遊戲setting setup的時候呢 它就有建議你說 你可以用這樣的牌組 那你也可以用輪抽的模式 喔 對對對 喜歡卡牌遊戲 聽到輪抽就覺得很開心 是欸 對 好 那它上面建議就是說 你在看卡牌上面的 左下角 它會有這個動物的符號 所以你只要把同樣動物的符號 挑出來 那它就是你一開始的起始的牌組 好我會我會 好 好 那大家看到就是我們這次就預計三個人玩 好 然後你拿到了這個牌組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牌庫裡面 有些的顏色比較深 好那就是你一開始的起始的牌 那剩下的話就扣在手上 那深色的這幾張 通常一個牌組是12張 然後會有三張是深色的 深色的你就放在前面 是已經打出來的 然後那淺色的就扣在手上 好 好那這樣設置就完成了 那在中間的大陸的時候呢 它就會設計說大陸上會有四片板塊 兩個水然後一個沙漠跟一個草地 好的 好 那這樣只要有這四片 你愛怎麼拼都可以 嗯 對 它們要相連 不要讓它們離太遠 好的 對 那它就是比如說像我剛剛這樣拼一條河 或者是說 河在中間 然後大陸被隔在兩邊 這都ok的 好 然後這也設置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遊戲啦 那遊戲的時候 每個人請先拿一片你的 就是幫助卡 然後這再加上 你會有七個 這是你的元素指示物 好 好 這樣1234567 七個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是 它也是 極具設計感的 跑分軌 喔 是喔 還相在一起 沒錯 其實後來覺得這種 就是做拼圖式的這種跑分軌 其實還蠻方便的 你也不用擔心說被折壞 對 好的 好 那我們就遊戲它會有在 跑分軌上也有 特別提示你 就是在60分的時候 它這裡有畫一個半個太陽 喔 或者是80分這裡有畫半個太陽 它遊戲就是有人打到60分的時候 然後那個大回合結束 遊戲就結束了 喔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 你們想玩長城遊戲的話 就是玩到80分這樣 喔 對 那為什麼還會有100分啊 因為遊戲當回合結束之後 有人可能會啪啪啪啪啪啪 就往前衝 就會衝出去 好的 好的 好 那遊戲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在每回合的時候呢 大家會拿著這個布袋 喔 火花 對 有這個布袋的人 他就是主神 然後他就會從袋子裡面 東 衝一個配件出來 OK 好那只要抽出這個符號之後 我們剛剛講說 你前面會有這個卡片 好假設我們今天先拿這個 鳥鳥符號的 這是 他其實這個 左半邊 對 左半邊這邊的都是動物的腳印 所以你會有六種動物 那我們剛剛說 比較深色的這個 會變成你的起始的牌 好那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好 那當我們抽到 這個符號的時候呢 抽到這個符號的時候呢 我們剛剛說你會有一個 正方形的元素Token 那你就把它放到 對應的符號上面 對 但你發現 就是你一開始這個牌 你完全沒有這個 完全沒有這個標榜 好那沒關係 如果你沒有抽到你要的符號 他這裡就告訴你說 這一個補償機制 你就把它轉90度 好 然後再轉90度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效果 他這裡是說 你可以拿到 獲得一張新的卡片 然後再把這張轉回原點 對 或者是說你可以繼續忍著 就是 我還先不要觸發這個效果 我再轉一個 他就會說 你可以獲得一個新的元素標記 或者是說 你可以把你手上 我們剛剛說 你還有額外的手牌 可以把它打到場面上 來當作聽牌的卡片這樣子 好的 好的 好那假設我們今天繼續抽 只要 當你在當主神的時候呢 你就是負責抽一個出來 然後抽出來之後 就告訴大家它是什麼符號 對 那所有人都可以把它放到自己的牌 依據它的符號 就放到自己的牌 好的 上面 好一直到說 如果你抽出了 好抽出了這個百搭符號的時候 好 那這個百搭符號就是 你可以放在任意一個符號上面 然後所有剛剛抽出來的 剛剛所有抽出來的方塊 通通都會丟到 丟回袋子裡面 然後這時候把袋子交給下一個人 下一位玩家 然後我們就會 遊戲就這樣一直進行 所以要抽幾個 抽到抽到百搭出來的位置 好抽到百搭 哇 那真的是蠻運氣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裡有告訴你說 袋子裡面的配率 然後總共會有40顆 百搭只有兩顆 對 好 那遊戲過程中就是 當你有完成 只要抽出一顆之後 我們就要先 大家先決定好 你要放在 呃 卡片的哪一個位置 那當有卡片被放滿的時候 它就會發動效果 對 好 發動效果是這樣子的 就是當我就是這邊 三個放完了之後 先把所有的 Cube先推出去 嗯 然後你就依照卡片上面 嗯 由上執行到下面 好 那你不能說你只做中間這件事 或者是說 我只做上面的事 我不做下面的事 不可以 一定要從我執行到尾 好 那你可以注意到卡片旁邊 這個有葉子的數量 代表這個卡片可以被執行多少次 所謂被執行多少次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 這個三個被填滿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從頭做到尾 然後呢 然後你就把卡片轉90度 嗯 好 你重新再收集一次 收集滿的時候 你又可以執行它 然後就再轉90度 然後到第四次也被用完的時候呢 這張卡片就會被移除了 哦 對 好 那我們就來大致講一下卡片上分別有什麼效果 原則上這個有個下箭頭的呢 就是 把 它指示的這個東西 然後放到場地上的 這個 大陸上面 把它放到大陸上面 好 然後再來這種有一個像文箱的符號 就是它的分數符號 然後呢 它會有些卡片就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額外再放到這個符號 我們可以對應到說像剛剛幫助卡上 它其實就是這個元素符號 你可以額外再放這兩個元素到另外一張卡片上面 好 那再來就是講說你在做這個 大家其實最 它裡面就是最有趣的就是這個 放任何東西到這片大陸上面 好 這個就是樹 應該很明顯 它就會放一棵樹上去 好 好 那樹的話它不能長在河裡面 它只能長在陸地上 所以你可以放在草地或是沙漠 其實地形也很單純 只有這三種 好 然後 然後山的話 就是它可以蓋在 對 我應該從山開始講不好意思 山的話也一樣只能長在陸地上 對 然後你不能從 雖然我們知道海底有火山 但你不能從海裡面中間跑出一個火山 好 那你要放在陸地或者是放在沙漠中 那沙漠的話 它本身是長不出樹的 但是如果有山 它可以接雨水下來的話 那它在旁邊可以長一棵樹 OK 好 那草地的話它本身就可以長樹 因為它是 這叫什麼 比較潮濕的地形 所以它可以長出樹 那如果它有山的話 它可以額外再長一棵樹 OK 好的 那這是基本地形 那再來有趣的就是這些動物 這些動物呢 它們上面會分別有寫 它像比如說像犀牛 它會說它是 要生長在沙漠地形 大象的話 它就可以生長在沙漠或者是草地上 OKOK 好 然後像這個就是水生生物 這隻應該是鯨魚嗎 反正就比較好吃的那種 然後它就只能生活在河裡面 OK 好 那在遊戲過程中 你可能因為我們都是創 創世神 對 所以你可能會去變動這些地形 所以當這些動物呢 它如果本來它是在陸地上的話 在陸地上的動物 你把它這個地形你用就是做了一個大變動 把它變成一個河流的話 上面所有東西都會被沖走 對對對 然後它就會恢復成這樣子 好 那我們會說下這些動物或是地形有什麼好處呢 那它就是依據你的卡片就可以做出combo 比如說我現在要找一個最大的雨林 那最大的雨林就是樹 它在這裡相連了多少格 那我就可以拿到多少分 對 那它這裡面它可能會有一些 單字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 像我們就可以趁機學個單字 哈哈哈哈 大家說一說是阿 它在最後一頁的時候就 特別跟你強調說 卡片的效果裡面 這個單字就是叫做 Hobits 就是那個生態系 然後底下這個單字的話 就是說大陸 OK 那所謂大陸的話就是被河 被海洋或是河流隔開的兩片 就是兩個大陸 那像這樣子的話 它其實這整片都是同一個大陸 OK 對其實還蠻直觀的啦 然後像這個的話就是生物圈 就是同一種生物 像這裡有一個鄧林 那只要是同樣生物在一起的話 它就是同一個生態圈 好的 然後這個鄉林 就沒有什麼好處 就是跟板塊鄉林 好 那遊戲就這麼簡單 所以那是怎麼樣才能 譬如說這邊 這個卡片就是放樹 那所以有的卡片是放那些動物的是嗎 沒錯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是放山 然後呢這個就是放 就是金魚 沒有這是我剛說很好吃的那個魚 OKOK 對然後這個就是放地形 然後它通常的話 效果都會是告訴你說 你必須要先能夠做這件事情 OK 然後你才可以得到下面的分數 為什麼會有機會不能做這件事呢 你可以看到這是魚 對 魚它一定要活在海裡面 OK 但是每一個海 它就是大家的那個地盤性都很長 所以它上面如果已經有生物的話 你不可以再放一隻生物到它上面 但你可以放在它的旁邊 那同樣的可以嗎 不行不行它們都非常兇 不可以 好 但是它有些牌會告訴你說 動物族群會遷徙 所以族群遷徙的時候 這時候它們兩個想要擠在一起 這是OK的 OK 對 所以只有在放下去的瞬間的時候 你必須要滿足這個條件 好的就是純粹的來玩這個卡片上面的combo 就對了 沒錯非常簡單 然後而且你只要獲得抽就好了 好的 那它下面說獲得這個部分 獲得以後要放在哪 好的 這個獲得的話我們剛剛說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符號呢 跟我們的那個卡片 這個幫助卡上這個元素符號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你獲得這個元素 馬上放在另外一張卡片上面 所以就是一個combo 好的 所以要怎麼樣才能出更多的卡片 有卡片出牌的上限嗎 沒有完全沒有 手牌沒有上限 然後你出的牌也沒有上限 但是你想要出牌呢 你必須要靠旋轉這個 OK 旋轉這個 當你累積到一定能量的時候 這個才讓你獲得卡片 獲得卡片不等於打出卡片 OK 然後要累積到四次之後 這時候你可以選擇要打出一張卡片 打出卡片之後呢 你必須要去搜集冰果 搜集袋袋裡面的冰果 OK 然後才能夠觸發它的效果 那要是有人第一個抽到冰果就下一位了 對 沒錯 沒錯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你的袋子雖然交給下一位 他抽出來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放元素 OK OK 沒錯 好 那結果後來這樣玩起來 小燕女王的感覺怎麼樣 現在是全勝 全勝 好喔 好遊戲啊 沒有是全勝 好的 那如果有機會就是說 為大家能夠服務這一款的話 沒錯 如果你對這個遊戲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留言在底下面 對 然後我們就會開團 好 但是要跟大家說 因為它的配件這麼的精緻 雖然它是一個小遊戲 但它的單價也比較高了一點 好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就跟我們說 好好好 那非常也謝謝大家齁 大家也可以隨時到我們 揪桌遊團購 來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新鮮貨 好謝謝 非常謝謝小燕 拜拜 嗨 我們就來實際玩一下啦 嘿嘿 好 然後 那我們就開始囉 就 我們會 大家一開始就已經先把腳印這個都挑出來了 對 然後呢你的手牌應該還會剩下9張 好 9張 對 9張 好的 然後呢我們就抽 好 對遊戲過程就是抽 好我抽出來這個是 媽呀 我第一個就擺 真的 好大家可以知道擺到有多低 40分之二 20分之一的機率 真的 好這個 幫助卡上面會有告訴你說 這個帶在裡面總共的配率是什麼 OK 好這邊 那只要你抽到百搭 大家就可以自己選一個你想要放的符號 然後就是放一個方塊放到上去 好 那原則上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參考你的幫助卡 可以發現什麼東西是比較難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賓國它的話 那你就是要可以就是考慮再遇到百搭的時候 就先把它放上去 好 那卡片這邊的正方塊就是讓你放這些 你一開始有七顆 好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說你不要放 不要放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旋轉90度 OK 那你可以發現旋轉了四次之後 你可以多額外一個就是元素標記 要不然你都只會有七顆 真的 放滿了的時候你還是可以放 但是你必須要譬如說我這些都放滿了 嗯哼 那我還是可以放 但是我必須要從A移到B 然後等於說我就浪費了一次 它的那個標記了 OK 聽牌的機會 好 對 就是直接這樣子譬如說這張牌有1 2 3 4 4 這張牌用4次 對 OKOK 這個是這個意思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這張牌它就是 它只有一片葉子 對 所以它觸發了一次之後它就要被丟掉了 好 而且紅色剛剛沒有講到啊 紅色的部分 紅色通常是會影響就是其他玩家 對 或是跟場地有互動 OK 對 通常它 規則書是建議說 如果你拿到紅色卡片的話 請先告訴大家它的效果是什麼 好喔 對 它不是翻開了覆蓋的陷阱卡 哈哈哈 好 好 像我這張呢 它的意思 它就是說 我會下一塊草地 並且我會把一個海洋變成草地 然後我可以獲得一張新的卡片 然後並且把它打出來 新的卡片是從這邊 沒錯 從牌布裡面啊 那它總共有分兩種 我們剛剛說看它的牌背 通常紅色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藍色的話它會比較難完成 對 然後你可以自己選擇任意盲抽兩張 然後就選一張留下來另外一張可以公開放在場上 那下一個拿牌的人他可以從 嗯 它一樣可以選擇盲抽 或是從亮的卡片裡面直接帶一張回家 好的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賽 我第一個就是抽到百搭 好 所以我就會把所有抽出來的這個百搭 丟進去 然後就交給下一個人 然後下一個人 好 對應該也沒事 好 所以這時候這個 好 這個是三個眼睛 三個眼睛 然後大家可以選擇放上去 或者是說就是你不要放 那如果是我沒有的話呢 沒有的話就強迫轉一格 強迫轉一格 對 OK 好 好 好 然後就可以繼續抽 各位就放了嗎 放好了 對對對 這是非常棒 你要確認大家都做好這件事了 好 草地 草要放等等喔 天啊 它有七顆耶 不行耶 要強制轉 好的 嗯哼 好 那大家都好了 我們就繼續抽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要用的話 因為我轉兩次了 它都說我可以獲得一張卡 沒錯 然後回正 那我不要 好 我就幫你抽就好 又是三個 好我沒有了 所以我也轉一個 好 所以我也沒有了就轉一個 好那這時候呢 我要發動我說我要轉回去 所以我又多得一個這個 沒錯 方塊 然後 Play a card 啊就是 或者 對 你可以選擇 好我要獲得一個方塊 好所以又回來了 沒錯 好所以繼續抽 簡單嗎 整個袋子都被我抽了 喔水耶 好有水那我要放一個 可惡 那我也放 哈哈哈哈 又我有多了 好又是這個 眼睛 沒有眼睛了啦 沒有眼睛了 好又是水 好我要放一個 我沒有水 珍妮 我也要轉到最後一個 所以我要拿一顆新的回來 好 好然後這時候又回轉成START 好 你沒事嘛齁 嗯 好那我要抽一個 喔太陽 好太陽 有了 我有太陽 好 太陽十個這麼多 喔又是開了 沒有 好那這時候我完成了 好 一張卡片 好等一下我拿一個方塊 好 你拿一個方塊 沒有問題 點一個方塊 然後轉回正 好像這時候呢 有完成所有的 有完成一張卡片的所有方塊 你先把方塊推掉 然後執行它上面的效果 好所以上面的效果就是 放一個樹 對 到一個上面 那所以我放在這邊 好 然後可以得一分 好 沉進一分 他說per 這個separate 所以就是說場上有多少 我就會得到的 對 還是 是 是指說就是它要在同一個樹林裡面 就是你放 就是它的separate 意思是說你剛放上去的那棵樹 對 然後的它所在的群聚裡面 它連相連了多少個樹 那就可以得多少分 所以只有可能這樣子是相連 所以它就需要combo 你必須要蓋出更多的草地 OK 讓你的樹可以繼續長出去 好的 對 所以那我這樣子就變成獲得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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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 然後還有一個太陽 沒錯 那太陽我可以直接放在這邊嗎 呃 還是要放在別張卡片上面 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放在上去 OK 好 所以這樣子就轉 轉一個卡片就轉一個方向 沒錯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再繼續抽 你就繼續抽 好 好所以又一個太陽 我沒有太陽 欸 那對不起 剛剛這個拿下來的是 等於說我不對 沒錯 回到你的供應區 好的 所以我又一個太陽了 所以抽不完了 好又一個草 好神喔 好草 我沒有cube 好 我也完成了 好你完成了 好的我完成的是這一張 好 好我一樣現在 完成的時候把這個 三個拿出來 拿回我自己的供應區 好 然後我要放一棵樹 這時候呢 大家會發現 我沒有地方可以放樹了 對 因為這邊沒有辦法放樹 是 呃 水裡面不能長樹 沙漠也不能長樹 然後這裡已經有一棵樹了 對 好這時候我就會選擇 因為我沒有辦法執行它 對 所以像我剛剛這個狀況呢 對就是 突兀示範 我應該要把這個 剛剛是蕨類的這個符號 是 我應該把它放在另外一張卡片 但假設呢 你真的已經這樣做 搞不好是別人 就是同時有很多個人 觸發的這個效果 才導致我放不上樹的話 是 你可以選擇任一個你拔起來 這時候就是補償你轉格 好 對 好的好的 好那他就會來 好那你跟我轉音格的時候 對我沒事做 所以 因為四次的時候 你再拿一個Cube回來 好 再一個三個眼鏡 沒有三個眼鏡 沒有 好 好這再來 三個眼鏡 太快抽了吧 我需要一個木塊 好這這次我也要一個木塊 好但不要忘記 你除了拿木塊 你手上還有九張卡片 OK 你是可以打一張新的卡片出來 OK 好 再繼續抽 太陽 沒有太陽 沒有太陽 好 這次我就要打一張卡片 好 好的 蘋果 好蘋果 可以 他其實在遊戲中 你要大喊 Acos Acos 哈哈哈哈 好 所以 他這個呢 他是我可以獲得一個眼睛 跟一個水 沒錯 你先把上面的方塊清掉 清掉 好 那你就自己決定 你的眼睛跟水要放在哪裡 那眼睛沒有地方擺 那你就轉 九十度 好那我轉 然後我水放這裡 那我等一下這張也完成 沒錯 你就可以combo 所以這個東西是往這邊轉 對 代表是使用 而且他下面有個影片 你可以再打一張卡片 那 好 那執行這個 呃 譬如說 呃 執行上面的 滿足執行上面有沒有順序 譬如說 呃 我是棋子玩家 我先 有我 然後他同時都有 沒錯就會由拿著代代的人先開始執行 OKOK 因為可能會影響分數 沒錯 那這樣後面的人比較好一點 也許 好 沒問題像我剛剛後面的人 我就放不上去了 OKOK 那我現在換一張 好的 第二張combo 對 然後放一隻河馬 河馬 河馬 那您就海獅 海獅 對不起 然後獲得一個方塊 對我獲得一個方塊 然後我獲得一個 草跟一個百搭 好的 哇 好強 好的 那我要再繼續抽 好 抽抽王 真的 喔 有有有有有 這裡 好 就放這裡 好 好 就放這裡 好 好 我現在是露 露 欸 又是太陽 沒有太陽了啦 好 我真的要抽完欸 我一直抽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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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了我有我有 好 好 那我就直接執行 我會下一塊陸地 在旁邊 好 好 然後我可以把一個海洋 變成一個陸地 好這時候呢 哈哈 應該沒有差啦 其實這沒有關係 但是 照理來說我們在轉變的時候呢 如果還能活下來的生物 它就可以活下來 它不行 因為它不能在陸地上跳 所以它就死掉了 好的 慘忍的巧言 哈哈哈哈 然後這時候我的第三個效果是說 我可以抽牌 我可以獲得一張牌 並且馬上把它打出來 好 好那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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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一點的吧 沒錯 就獨大的 欸所以抽一張牌 所以你抽兩張 所有做 所有做抽牌的動作的話 你都是 盲車就是抽兩張 但是只能二選一 OKOK 然後另外一張會把它 放回供應區 好的 好 我就盤行 然後這張就會公開在這裡 下一次抽牌的人呢 他一樣可以盲抽兩張 或是從就這樣子的牌裡面 選牌 好 那這個剛剛都因為我的 這張牌是有一個葉子 所以他執行完之後 他就被丟掉了 喔 好的 我要錄 欸 這個草 欸 所以我又完成了 沒有 好 所以完成了我這邊又會下一個 然後那就得兩分 唉唷 對 因為你的那個 好 獲得一隻鹿 太好了 鹿 哇 沒有一個太陽 沒有 啊 那我剛剛要得一個 這個 好的 對 要記得拿 好 這樣子 所以這張就再轉一次 OK 沒錯 你是不是少轉了一次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剛剛你的鹿 有 有轉了 好的 那這邊又回那個回到 滿足條件了 所以這邊是一個河馬 對 這次真的是河馬 找一隻河馬給你 好的 河馬 河馬 在這裡 好 所以這個只能放在海洋 或者是草地上面 已經很多了 哈哈哈哈 好 這邊 要跑這麼遠 要跑這麼遠 對 好 所以得到四分 如果 呃 欸 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要看一下 來 這個 好 他說如果你必須 如果你有跟其他的生物 就是這裡其實有講啦 他這裡都有講學名 就是HIPPA HIPPA就是河馬 然後STALK STALK是那個 大 河鴨 就是那個 大嘴鳥 然後或者是鄧鈴 就是 ANTIPO 蛤 如果有相鄰的話 對 如果有跟他們相鄰的話 那就沒有分耶 對 第一隻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要考慮別人放了生物之後 你再放下去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就 就先這樣子 好 我繼續執行 所以再得一個方塊 沒錯 Player card 沒錯 那可以拿兩個萬用 好 先萬用 那萬用的話 我想用這個好了 那你也可以放在你新打出來的卡片 我好 我待會選 好 不再用大家的時間 好 不再用大家的時間 對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會再執行它 我就放一個海洋 沒錯 好 然後得兩分 好的 再跳兩分 對 Place any type of the animal 喔 所以就是要 可以放那個隨便的一個生物 好的 這個 在海洋上面嗎 對 好 這樣子 好 欸 應該是放在這張上面 因為我剛剛打這張吧 那要看它上面有裡面寫 OK 嗯 on this space 沒錯 那就是這樣這張上 好 那這樣子就 完成了 好的 我要繼續抽了 好 繼續抽 喔 我要先打卡片 對 你要打卡片 好忙喔 好 所以我打一個比較 那個 喔 欸 真的耶 嗯 好 又是犀牛 好 這個犀牛再一張 好的 可以繼續抽了 水 好 我又有水了 我也有 我也有 終於有了 欸 其實這時候還可以計算說 其實 到底出了些什麼 沒錯 是可以看 等等等等等等 我是冰果 你冰果 好 給你冰果 好 我下一棵樹 我下一棵樹 好 所以有動物和這個都可以下樹 有動物可以下樹嗎 有動物可以 可以 動物是 恩 它是說如果我下的這棵樹 它不是在最大的雨林生態序的話 我可以拿三分 但是因為我是 因為現在其實就只有一個雨林生態序 所以我就拿到這三分 但是我可以拿到下面的兩個符號 好 好 所以我就拿到一個動物 然後跟一個蕨類 好 那這時候又觸發另外一個 也是完成 我可以把三隻 我可以移動三隻瞪鈴 但現在場上沒有瞪鈴 對 所以我就放一隻瞪鈴上去 好 對 我第二個動物 好 然後如果我 呃 瞪鈴它是在 呃 如果 我現在這移動的瞪鈴 如果有跟它自己的 種族群聚的話 OK 那它就 我就可以拿兩分 每群聚一隻 就額外再拿兩分 但它現在只有一隻 所以我就拿兩分 好 兩分 然後或者是說我可以打一根卡 然後之後放一個萬用上去 那沒關係 我就乖乖拿兩分 好 那我繼續抽 欸 擺大了 好 擺大了 好 那所以就 大家就可以自己放一個 自己放一個 好 那我放這個水 好 我這邊有了 好的 好 放一個水 我這邊可以再放一個 這個 然後這個兩分 哦 哈哈哈哈 然後又放一個 隨便一個動物 好 這邊好 這個 好 所以這個剩下 兩次這樣子 好的 好 那就下一位了 來 放你結算 就把所有的全部放進去 好 我這邊 沒什麼 就兩個水 好 那兩個水的話我就結算這個 好 好 所以我可以放一支 這個 開爆 對 然後獲得一個方塊 好的 一個方塊 然後獲得一個草跟一個百搭 唉唷 連續記喔 真的 草跟一個 百搭 好的 好的 那你剛剛這樣抽到 那個百搭 還沒存在感 對啊 沒問題 那我放這個 然後我 因為我這邊又轉了這個 所以我再拿一個方塊 好的 再給你一個方塊 一個方塊 好 其實這個方塊有上限嗎 你也覺得用完的話 我們就從長話在自己 拿個指數在這裡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那所以就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啊 沒錯 我們玩到什麼時候結束 唉唷 我們就玩短程了 哦 對對 60分 好的好的 60分什麼時候結束呢 有人超過60分之後 一直到那個袋子 在那一回合 抽出了百搭之後 才結束 所以他才預留這麼長的 後面的分數給你跑 好的好的 那非常謝謝 喜歡你玩大母玩這個遊戲 沒關係 我們要自己玩啦 掰掰 掰掰